女星蓝星梅 日前在节目上提到自己有一位非常好的朋友 对方打她10岁 因此蓝星梅都以姐姐称呼对方 不掉姐姐后来生病了 需要长期卧床养病 接着蓝星梅透露 当时常常会去姐姐家陪她一起吃饭 有次蓝星梅发现 姐姐在床上吃饭所用的托盘 其中一边的手把坏了 又想到姐姐很喜欢爱马仕 因此决定偷偷请品牌 帮她做一个托盘 没想到礼物还没送出 姐姐就因病离世 想起蓝星梅 也罕见在节目上哽咽落泪 她表示我很思念这个姐姐 在我心里最低潮的时候 她给我很多勇气 真知情感也让众人都为之动容 请不吝点赞 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计划 计划 转发 预看